欢迎收看书学很简单,我是张老师 那今天下午我们要上的是国一青年级的书学 我们要讲的是分数四折的历届试题 因为题目有点多,所以老师就直接先上课 因为那个明天又有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就今天提早上 来我们看那个历届试题的第一题 它是要算那个算式,就是分数的一个加减法 算简单,我们很快再讲一下,看第一题 如果说你手没有那讲义的话,可以翻到那个47来 就跟着来去练习,可以先做看看 如果没有,没有关系,你就看老师的题目这样子 来,它算式第一题是负的三分之五 减掉负的六分之一 好,那这一题呢,只要计算它的值 所以这一题,有没有 真的是出佛心来的 就是非常的亲切,对不对 只要化简而已啊,怎么做?第一步 先负负得证 负负得证以后呢,它会变成负的三分之五 去加上六分之一 这样不能加了,因为分母不一样 所以要扩分 扩分是说,这边上下都乘二 乘二变成六,乘二变成十 终于可以加了 所以它是负六分之十加六分之一 那答案多少呢? 负的六分之,你要再想喔 负十加一 负十加一是负九,不要写到负十一去啊 它是负九 然后再约分,可以约吧 用三二六,三三九 所以答案是负的二分之三 如果有必要变代分数再来改 它没必要就算了 那答案就有啦,答案选A 所以这题算是容易的喔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它讲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这里蛮棒的 很少看到题目这么 这么薄薄这样子 很好玩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玩 好,那个第二题喔 第二题呢 它是下图也有个图 那图的话呢 它说在摩天轮上 以等间隔的方式 设置三十六个车厢 有做摩天轮吗 就是那一绕圈圈绕很慢的没有 摩天轮嘛 然后一个人就一个那个小车厢 然后这个人慢慢绕,绕到最高点 然后看到 俯看到全部的一个 全景这样子 然后再慢慢的下来 好,设了三十六个车厢 那这车厢呢 是按照顺时针方向 分别给它编号 1号到36号 有36个车厢 车厢外面会有编号 编1到36号 那摩天轮在进行时呢 它以逆时针方向 等速旋转 好了,故意的 顺时针编号以后 它是逆时针旋转 這樣子好了,我們圖畫一下 它這個沒有圖,它其實圖畫的很小 我們大概假想一下 這個是那個,這不是佛珠 這是摩天輪 摩天輪,我沒有畫完 那36個太多了 簡單畫一下 我把它圖一圖二結合在一起 它圖的這樣子,這邊是 20 2122 現在要說它是按照 順時針方向去編 左邊,123456789 212222,這樣一共 編到36個,所以有 36個車廂 36個車廂 然後呢,它的方向 運轉方向又不一樣 它是逆時針方向旋轉 怎麼用逆時針?這樣是順嘛 逆是這樣過去啊,所以它是 這樣子轉動的 這樣OK齁 好再來,它說呢 繞一圈旋轉要花費30分鐘 繞這一圈 一整圈繞完30分鐘 比如說你今天上去坐 幾分鐘後下來? 30分鐘後,因為繞一圈嘛 那懂意思嗎? 那如下圖二所示 它是21號車廂到達最高點的情況 那它說經過幾分鐘後 9號車廂 才會到達最高點 比如說你現在21號在最高點對不對 假設有個9號的 9號在這邊好了 假設,因為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因為這圈圈不夠多 來,假設9號在這邊啊 那21號已經最高了啊 那9號換它到最高 到最高的時候 要幾分鐘過後呢? 好來,這個時候我就想了喔 從21號以後 接到9號車廂 這樣會有幾個車廂 那一共有36個車廂 對不對? 所以 這之後 因為 我們先算一下說 它到底要過了幾個車廂 才會到9號車廂 這樣子過來一個 這樣過來兩個 這樣過來三個 然後這樣子過來 一直到9號車廂 到底會有幾個車廂 好 那我們就用那個36個車廂 36個車廂 扣掉21 我們是算間隔 算間隔 就不用去加-1 所以36-21呢 變成什麼? 變成15 比如說你在數數數 數到第15個的時候呢 就是第36車廂 可是呢 36車廂之後 數到36車廂以後 這邊數到它 是15個 15個間隔 就是數到 比如說從22開始數起來 22232425265到36 是15個車廂的 再來還有1到9 1到9有9個車廂 所以15再加9 會有24個車廂 才會輪到9號上去 那它有說 繞一圈是30分鐘 那每一個車廂 它佔了幾分鐘 我就把那個 每一個車廂 所以用30分鐘是時間 去處理車廂的數量 36個 就是每一個車廂 它的轉動的時候 到下一個幾分鐘 這樣子 所以除以下變多少 可以約分 我們用那個6約分 6分之5分鐘 好 再來 6分之5分鐘之後 那我們有24個 24個間隔 24個車廂 輪24個才會倒塌 那我們是過來這一個 它就花6分之5分鐘 所以用24 再去乘上6分之5 這樣答案多少 6個20可以約分 那就 616 6424 4520 所以答案是20分鐘 以後 這個9號車廂 就會到達最高點 比如說我們剛剛怎麼算的 我們算兩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你從21 換下一個不是22 下一個不是23 對 再下個24 所以從21之後 22到36 會有15個車廂 1號到9號 又9個車廂 所以有24個車廂 依序上去 然後再來呢 這30分鐘是繞一圈 繞一圈的時間 那我有36個車廂嘛 所以平均一個 它動一格是幾分鐘 用30分鐘去處理36個車廂 所以每動到下一個 是6分之5分鐘 那我從9號這邊 要移到這邊最高點 要經過24個車廂的位置嘛 所以去乘上24 那大概是20分鐘 好 這第二題喔 這樣子OK嗎 好 好 那沒問題我們就繼續 咦 我忘了把那個 我的監控手機帶過來 如果說你們有不懂的 要留言還是可以留言 然後 因為我剛剛忘了把我的 手機拿過來 咦 你們的聲音清楚嗎 會不會有聽不到聲音的問題 我最近自己貼那個螢幕保護貼 貼完之後發現觸控超級差的 不知道是沒有貼好還是怎樣 有聲音嗎 哈囉哈囉 anybody 好大聲 好 應該是有了 這第二題喔 好 再來我們看那個第三題喔 第三題的話呢 這邊講的是那個 分數的判別喔 就是說 他考理說 你會不會去拆括號 然後怎麼樣去做分數的比較 比較大小或等值喔 那我們看那個第三題 我把題目喔 寫直的好了喔 比如說我們考試的時候啊 他題目是出的橫的出一排資料 很難做比較 你就另外給他超直的 這樣做比較 比較好整理喔 他說A的值啊 是十四分之三 減十五分之二 再減掉十六分之一 這A的值喔 可是他題目是出的 B都接到後面嘛 可是你寫的時候 你自己在做答的時候 你把題目超過寫中的 就一層一層排下來 比較好做比較 十四分之三 減掉括號的十五分之二 減掉十六分之一 那C的話呢 他是十四分之三 減掉十五分之二 再減掉十六分之一 他要比較ABC 他們的關係喔 就是主要是比較誰啊 AC跟BC 他是AC AC 跟BC VS就是挑戰喔 互相比較啊 AC比BC比 比一比喔 A跟C比 B跟C比 這樣子嗎 那怎麼比呢 先拆括號 像這個A的話拆括號 結果你發現拆括號 有拆跟沒拆不就一樣 怎麼說 因為這括號裝飾的啊 他前面這邊就沒有加附號 所以括號拆掉 那就跟沒拆括號 是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他就是 十四分之三 減掉十五分之二 減掉十六分之一 那就這樣子而已啊 這跟C有沒有一樣 當然也跟C一模一樣 那B的話你看喔 這前面十四分之三我可以招操 但前面這個小括號 小括號的前面有誰啊 有一個負號在 你不要這括號拆掉就沒事啊 當然有事啊 事情很大條耶 什麼事呢 裡面要變號啊 所以這正的變什麼 變負的 為什麼變負的 他沒有寫不就正的 所以負正得負 減掉十五分之二 負負會得正 加上十六分之一 這裡就跟人家不一樣啦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跟C就不一樣了 所以AC一樣 但BC不一樣 他就問這個而已啊 AC一樣BC不一樣 所以答案選B 好 這種題目多出啊 那麼簡單 好 再來看那個 第四題 我們講歷屆第四題 我看這邊有幾題啊 歷屆的題目這邊 分數的題目出好多喔 因為他認為是送分題啊 所以幾乎每次都會出啊 果然出了三十三題耶 因為這邊在那個會考的時候 他還把前面幾個小章節啊 當作一種很好的送分題喔 所以希望同學能掌握能拿到分數 盡量拿喔 不要說這種題目都做不出來就好笑了 那如果說現在你現在是國一的話 再看這個 看這個教學影片 你可能覺得比較難 那都比較正常 如果你像是國二三還在看 在看這個教學影片的話 你要知道 現在都教得比較簡單喔 那一定要會寫喔 好看那個第四題喔 這計算 2.5 有時候他這題目也是很故意喔 他就把那個小數跟分數 混在一起喔 要我們去處理它 還好這題也是出來 讓各位同學就是愉快一下的喔 送分歸送分啦 可是也不能隨便送啦對不對 還是要有條件的喔 來 看看這題第四題啊 當然也是個標準送分題啊 不過送分以前還是要有一些能耐 才能拿到這個分數啊 後來第四題喔 那怎麼做呢 很快的我們把它再改一下 這個2.5呢馬上改 改為分數多少 2分之5對不對 我說老師我改不過耶 還那麼快 那麼改的 你就把它2.5改為10分之25 10分之25用5去月分 比2分之5 我們自己去試一下 然後呢去處理誰 處理它 因為這邊還沒整理好 所以這括號不要拆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喔 我把它變小括號好了 來 小括號是說 我要把這兩個都稍微整理一下 5分之1-1 5分之1-1 1叫5分之5嗎 5分之1-5分之5 它叫5分之4 5分之4 誒 我還想到我們好像沒有做到那個分數的乘處法喔 好啦沒關係 這邊直接講喔 再來 乘上這一個 那個2加2分之1 就是2有2分之1 2有2分之1變成假分數 是2分之5 2乘2加1嘛 變2分之5 所以要乘上2分之5 那當然這小括號裡面都要先處理啊 你不要直接拆括號會出事情啦 順便先處理喔 先約分 5跟5交叉約喔 然後誰約 2 212 224有沒有 所以它是負的1分之2 那除以它要怎麼做 乘倒數喔 雖然你們這邊好像還沒上到 沒關係 2分之5除以它 除以1分之2 等於乘倒數 叫做乘上負的2分之1 因為它是1分之2 分母是1 分子是2 倒過來 除以它變成倒數 然後再把它併在一起啊 分母那224 所以答案是負的4分之5 好 那我們就選擇是A 這是第四題喔 當然這題目也是簡單喔 你只要多運算多寫 你就發現這種題目太簡單了喔 一定要會喔 如果說你還不熟悉的話 你就把那個答案先遮起來 對下課之後把那個答案遮起來 用一張白紙蓋住 重新再算一次啊 那再算一次你OK 對了那就沒問題了 如果說有錯的話再看一下為什麼哪邊算錯喔 好我們看那個第五題 那第五題來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上班題喔 這出給同學開開心心的喔 寫考卷的時候不要愁眉苦忍的 來 我們看這題喔 好這次要解釋力皆實題喔 來 負五寫掉負十一 中括號處理這一個 好 好 有沒有簡單簡單 簡單flows來 來 前面先處理它喔 負負欠成啊 負負得製啊 負五加十一 負五加十一 負5加十一 負五加十一 哇 割掉了 答案是1 第五題答案是1喔 就這樣子而已喔 就這樣子而已喔 答案是A 好 看第六題 終於第六題 有一點點的 有水準啦 第六題算出的不錯 不是有一點點 很有水準的A題 第六題我覺得超棒的 但這題呢 我又很少看到其他的 版本 席作 課本 再把這題變成應用問題喔 你這題出的很棒 為什麼他們都不變這題呢 你這題很棒耶 來看第六題喔 他們認為太難喔 你看第六題 他怎麼說 他說甲乙餅有三個正分數 已經化成最減分數 甲乙餅是三個分數喔 甲是分數啦 一也是分數 丙也是分數 他們都已經化成最減分數了 化成之後呢 分值分別是六 十五 十 我這樣記錄好了 分母誰不知道 分值是六 十五 跟十 分值啦 那最簡的 最簡什麼意思 代表說 你這個分母不能是 像這個好假 分母可以是四嗎 當然不行啊 那四還可以再約分 所以最簡是說 它的分值分母就互值囉 怎麼要互值還記得吧 沒有其他公因數 除了1以外 沒有其他公因數到互值 所以這個分母跟分子 分別都互值 是這個概念 他要說分母的最小公倍數是360 我覺得可能這邊就是出的太靈活了喔 同學會轉不過來 這個三個分母的最小公倍數是360 那怎麼辦呢 我們加強 我把這個假的分母呢 色X E的分母色Y 丙的分母色Z 對不對 SYZ 而SYZ 跟它的分值都互值 而且喔 我還發現說 這個題目說的 SYZ 的最小公倍數是360 XYZ 的最好公倍數360 那要比較這夾野餅三個數的大小關係 你看這裡有多久 它不代替名句XYZ 是誰 還要比較夾野餅大小 可是太壞心了 所以後來題目就沒有再出現了 那這裡真的出的很棒 你看 你要跟它的分值都互值 而且最好公倍數還是360 大概從這裡下手啊 你這樣唯一的線路在這裡嘛 360 360是誰 寫它的標準分解釋 然後把它短出一下 還記得嗎 短出法 這是考試要考的 360的標準分解釋 短出一下 右二除180 右二除90 右二除445 而這除法你們自己要除快一點 我發現同學除法還是很慢的 除一個要除半天的 那就是你的算數太慢了 也許 180除了要寫直式的除法 拜託幫忙一下 你真的是比較慢 你一定要多練習多算 因為這邊的除法過程 你只要沒辦法直接心算 要去寫直式的除法 就是你那個簡單心算 就是這種心算還是太弱 這不行喔 要多練喔 因為這樣會輸人家 老師教過那麼多 其實真的看過啊 已經都已經國二了 180除了要寫直式的 那時候你想扒下去 可是不行喔 因為它真的是學的比較慢 但是這種題目一定要自己 速度要快 好 扯遠了 所以360它是這邊一路成到底 對不對 來幾個二 幾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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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二 幾個三 幾個三 兩個三 然後一個五 開始喔 我們來看喔 那我們這邊的假它是x分之六 對不對 要最減的 你看喔 6本身是誰 6不就是2乘3 叫236 對不對 236嘛 那你又說s跟它互值 那你看x喔 它們的公倍數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說23互值 所以x不能有2跟3的因素在啊 x不能有2 不能有3 那x是誰 就5可以選的啊 所以x答案就是5 為什麼 因為它不能有2跟3嘛 這懂意思嗎 好 再換下一個來 下一個是y分之15 你看y分之15喔 15你想一下 15誰等誰 15它就是 我們分析一下15是誰 15它不就3515 3乘5對不對 3515 所以這個y跟15互值 那y的因素就不會有3跟5啊 那你看這邊喔 你最好公倍數會是 這樣子的呈現的話 你又不要3跟5 那這個x應該是2的一次 2的2次 2的3次都可能 我說都可能啦 就2的3次以下 所以這個y喔 它可以是2的一次 2的2次 或2的3次 2的一次也可能 2的2次也可能 2的3次也可能 等下我們再把答案3去調整一下 好 再換z z分之10喔 z分之10 關鍵在10 因為10本身多少 叫250 250嘛 所以z的話呢 z怎麼樣 不能有2不能5啊 不能2不能5 3的3的2次 好 那3的2次的話呢 它可以是3的一次啊 也可以3的2次嘛 我怎麼知道別的有沒有3的2次 然後再想一下喔 他們這3個syz 是要找什麼 找公倍數嘛 公倍數這一個 2 3次 那誰要2 3次 這不能2 這不能2只有他有2啊 所以2他要3次啊 所以y是2 3次 3要2次 誰32次 只有他有機會嘛 所以他3 2次 5 他是5 所以syz 出來了 5 8 9 就說呢 這夾一筆呢 變什麼結果 他會變成我寫這裡喔 假的話呢 他會變成5分之6 x5嘛 5分之6 z的話呢 這邊是8 叫8分之15 對不對 z的話呢 9 9 9分之10 好 做比較 比大小 超級好比 你看喔 這題目都也是出得很客氣喔 我這邊可以擦掉嗎 因為我要比大小 這邊寫不下 這我們剛剛是找分母的過程 好 因為他最好公平數是這邊的結果 所以 因為最好公平數跟他們三個分母有關係 所以我們用這方式去把它找出來 他一定要跟他分子是戶子喔 好那找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是要比大小 比什麼東西呢 要比這個喔 我剛剛寫的喔 比5分之6 還有比這個 8分之15 5分之6 8分之15 還有一個9分之10 他們在比大小 對不對 好那比的時候呢 第一個我們看喔 先變代分數好了 這1 1又5分之1 這1又8分之7 這1又9分之1 對不對 好你看喔 誰最大 當然是他最大 他是8分之7 都快要跑到2去的 這個最大 這兩個都是1 前面的1不要理他 看後面這個 5分之1 5分之1大於9分之1 我說過喔 一塊蛋糕五人分 九人分 五人分的比較多嘛 所以比較大喔 這第二打中間 這個排最小 所以是這這這 有沒有 大中小 一加餅 所以從大排到小是一加餅 一加餅 一加餅 答案選A 這第六題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很棒的一題喔 可惜喔 後來我發現學校習座 都沒出這一題了 然後一些 習座好像沒有這一題了 都蠻可惜的 這一題那麼棒 應該變化一下 出當作業協 讓同學多一些思考 也有可能他覺得 這題目可能太靈活了 同學轉不過來 後面就沒有再出現了 好我們看一下那個 下一題喔 下一題是第七題喔 好 第七的這一題呢 他是做那個 分數的運算喔 來看那個第七例 這邊是要算那個 分數的運算呢 就是 負的一又二分之一 我們現在教的是 青年級 國一 關於分數的試則運算的 歷屆試題喔 好 好 奇怪 如果這個這樣寫到後面做什麼 後面還是有了 那這個很單純吧 也是會讓同學覺得 考試考這個 真的大考這樣考 那真的很親切喔 來 怎麼做呢 馬上把他們都變成 變什麼 變成假分數碼 你做連續的乘法 分數做乘法 一定要變假分數 所以叫做負的二分之三 二乘一二 二加一是三 乘上 四三十二 負的四分之十二 十二加一變十三 四三十二加一 再乘以三分之二 那分數的乘處法 我應該是還沒上到 但是沒關係啦 我們這種編排到 我們就先教 分數的乘處法呢 乘法約分是交叉約 或上下約 所以交叉可以約喔 沒有左右約的喔 左右不能約喔 所以有沒有可以約 有啊 三三約啊 二二約 沒啦 沒了之後呢 先處理符號的問題喔 符號先把它搞定來 一個負的 一個負兩個負 負負怎麼樣 得正 正可以省略不要寫 我是故意寫給你看的 他得正 剩下這個啦 可以答案四分之十三 小都被約掉了 所以答案選的是這個 這哪一題啊 我講哪去啊 第七題啊 所以答案選豬 好 這樣我們看那個下一題啊 第八題 第八題想要幹嘛 哈哈 還在第八題啊 我把題目抄下來喔 同學看一下 換成是你啊 考試遇到這題 你會怎麼做 好 第八題喔 大概是求結果啦 算數了 負一千又五分之一 然後去乘上五減十 好 換成是你考試的時候 遇到這裡怎麼辦 你會想笑對不對 出這種題目 來哈哈 五減十多少 五減十不是都負五 這故意的 寫負五就好了啊 那乘負五怎麼乘呢 我跟你講怎麼成好 這個是負的喔 如果你把它拆開 別忘記喔 兩個都是負的喔 什麼意思呢 你要這樣寫喔 它前面是負一千沒有錯 外面就寫負五分之一喔 把它拆開 為什麼拆開 拆開可以利用 乘法對減法的分配率 把它分配下去 然後這邊要乘什麼 乘上負五喔 開始我分配囉 這樣分配喔 負五會乘到第一個 負五會乘到第二個 我現在做的是 乘法對減法的分配率 那乘的時候小心齁 其實我一開始 就給它負負得證就好了 就不會這麼麻煩 怎麼說你看 這負的嘛 這也負的 負負得證 就把它當作證來處理好了 好不好 馬上改 好來 因為這樣寫沒有比到 所以也是負負得證 可是我覺得多 這邊就要反應過來 這個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怎麼樣 這是證啊 誰寫證的 寫證的時候被什麼結果 最後就不能加寫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千有五分之一 它代表的是一千加五分之一 我這樣比較好寫 然後這也不是負五啦 它到證五 然後再來呢 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率 其實意思都一樣 我剛如果萬一沒有弄到的話 這邊也是要變號變一次 五成一千就五千嘛 五成五分之一 加一 五成五分之一 你不要忘記 那五千加一 五千零一 所以答案選出 有沒有覺得很快樂 快樂啦 這題不錯對不對 這看那個第九題 第九也是要把那個小數跟分數混合在一起 想說增加一些小難度 讓同學可以小小的手忙腳亂一下 所以還好啦 這題也是 你看那題目會覺得 OK啦 這個題目不怕 對不對 負一點六 然後去減掉 四分之七 去除以 二點五的值是多少 所謂的球值就是要把它給算出來 要把它整出來答案多少 叫球值 好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喔 這個四是照抄的 除以它 我們先處理它好了 這個是不是一點六 如果說你很難去馬上反映出來 它的分數是誰的話 你就寫十分之十六 所以是除以這個是負的十分之十六 那除以它怎麼樣 乘倒數 所以倒過來叫做負的十六分之十 所以有減少個步驟喔 先把它變分數再變倒數 因為除以它乘倒數 減掉四分之七 七 除以它要乘倒數 不過倒以前你先想喔 二點五是誰 叫十分之二十五 十分之二十五 因為可以寫二分之五啦 因為同學反應不怪 而且十分之二十五 除以它乘倒數 二十五分之十 等一下我們再來約分好了 好開始啦 人約分都不客氣 不手軟來約吧 這邊請約 二二五十 二八十六 四根它又可以約 四二八 沒有了喔 沒有周邊什麼 負的二分之五 這邊是負二分之五 後面這邊的話呢看一下 可以約啊 用五約分 五二十五二十 二跟四再約分 二二四二一二 沒有了 所以五二十 減掉十分之幾 十分之七 然後要通分 通成十 所以分母寫個十 大家一起用 那這個呢 你看喔 它五二十嘛 五五二十五 負二十五 這個就是分五十 所以直接超過 算是負的十分之 負二五減七 是負三十二 你不要寫負十八 負三十二 再約分 二約分嘛 所以五分之十六 負的五分之十六 有沒有這個答案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寫小數 小數把它改下來 變小數 所以是代分數 負的三又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多少 0.2 所以答案負三點二 有沒有 有了 所以答案選C 這題它是從分數出題目 到最後問小數答案 你再把它變小數 這第九題 OK啦 我們覺得很簡單 簡單 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簡單 看那個第十題 我們看看立接第十題 這裡有三十多題 我們至少講到一半 對不對 我算了 講不到 想想而已 分三次來講 學校應該還沒有找到 那個分數的 分數的指數 指數率 就是分數的指數運算 高次方的 應該實在沒上到 應該沒有上那麼快 我覺得我已經上很快 好看那個第十題 好第十也是啊 同學看到這題目 真的覺得 這個考試考出來 數學很強 覺得不公平 出這題目幹嘛 亂什麼亂 這是大家都有分 大家都有分 大家都沒分 對不對 這種題目 大家都得分了 等於大家都沒得分 意思是一樣的意思 怎麼意思呢 你看 如果全班 全班都加五分 等於全班都沒加分 這概念懂不懂 你不懂對不對 來 第十題 六分之五 減八分之三 加上負的二有八分之七 好來 這邊呢 我們先把那個後面的符號 先整理一下 好 整理一下 這負的負 所以變成了 我現在發現你是小六耶 來上我的課程 會不會太辛苦啊 來 第十題 這邊的話 前面是六分之五 六分之五 減掉八分之三 因為正負得負你要寫減 減什麼 減掉二有八分之七 這個時候 你說老師有什麼良心的建議 跟方法 當然是有啦 分母一樣就先算了 科技什麼 這個一起先算了 分母都是八 當然合併在一起 所以那六分之五先不理他 先放在前面不理他 然後這兩個變在一起 負八分之三 減掉二有八分之七 兩個都是負的數字要相加 八分之三加二有八分之七 八分之三 去加上二有八分之七 它會變成二有八分之十 二八分之十 我們先把它 因為是負的兩個字相加 所以它變多少 變成約分之五 四分之五 改一下沒有這種東西 不能又代有假分數 你要至少改一個 我們把它變成三又四分之一好了 不過是負的 所以減掉三又四分之一 夠不夠減 不夠減 不夠減 不夠減當然就負的 所以你就是負的 那負多少呢 負的 用大的減小的 所以你開始用算的 三又四分之一去減掉六分之五 這個沒辦法減了 要擴分 第二先擴分 我們擴分的時候 把它變成公倍數十二 乘三倍十二 乘三倍三 十二分之三 乘兩倍十二 乘兩倍十二分之十 還是三減十不能減 去戒你知道嗎 跟他前面的媽媽戒 來跟他戒 戒個十二來用吧 他說好 戒你 就變二了 戒了十二給分子 變十五 可以減了嗎 這個是二 二招操 十五減掉十 五嘛 所以二有十二分之五 負的喔 所以答案是負的二有十二分之五 有沒有這答案 沒有頭都痛的 是哪一題 第十題 負的 負的 負的二有十二分之五 有嗎 所以答案是B 來加毛一題 這是歷屆第十題 好 我們再幾題 我把這些講完好了嗎 我盡量來看第十一題 因為今天課程排比較多 等一下我們接著要上國二的數學 然後國三數學 然後還有國二的理化 還好啦 其實老師上課上一整天都上很正常 以前我們在補習班上課的時候 是從早八開始上到晚九 早八到晚九什麼概念 十二十二小時油喔 上課上十二小時 所以很誇張喔 超人 欸 講哪去了 第十題講完 第十一題 來 二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二 加上四分之三 去乘上負四 所以有一些補習班老師 為了要保持他最佳的狀態 可是上課上那麼久一定會累嘛 會累怎麼辦呢 就開始就喝喝咖啡 然後喝抗菲特 可是那些東西不要喝太多 因為那提升飲料 你整天喝了之後 一旦依賴他 依賴成性之後 你就很難去戒斷 然後變成說你沒有咖啡 沒有提升飲料 你就會沒有精神 那是個很不好的一種循環喔 所以說說你的家裡的大人 喜歡透過提升飲料才有精神的 可能要稍微提醒他一下 那個要減量 那不能常常再喝提升飲料 因為對身體都是個負擔 所謂的提升就是 你把後面的精神提前使用它 但是你沒有充分休息 一直提前使用的話 這樣身體會壞掉喔 好了我們看內閣第十一體 好 十一體這邊的話呢 這邊哇 親切親切來 後面先沉了喔 我沒寫錯吧 這麼客氣的 四根四約掉 所以這邊變負三了 它變成二分之一 一加三分之二 負三就減三了 好來 分母通分通多少 容易嘛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了 二三公倍數就是六 寫個六大家一起用 好那寫六之後看喔 這要升幾 三二六嘛 三一三 這要變六啊 乘兩倍 二三六二二 四加四 這怎麼辦 這你要這樣想喔 它沒有分母 它不是沒有它是一啊 好像沒看到嘛 所以六一六了嘛對不對 我們六三十八 什麼十八 負十八 這樣會看的嗎 好 鈴鐺喔 分母還是六喔 三加四七 七減十八 負十一 所以答案是六分之負十一 所以我們選的是B 好 這個是那個第十一體 好 是它那個第十二體 我們把十二十三講完 再來下課喔 好再看我們家的監視器 剛好由宅配來收貨 真巧 來看那個第十 十一體好了 第十二體 好 十二體這邊呢 是分數的乘除 都除啊 它全部考除法 講真的喔 這個題目其實 如果你是國二國三 這題目應該是要會的喔 就不用看老師寫 你就自己先寫知道嗎 寫完對答案 如果你真的已經忘記了就算了 但是國一的話 這題目 算簡單 算不難喔 怎麼做除法呢 跟你講喔 你不要馬上倒啊 你不能直接倒就出事情了 你要先變假分數喔 好不好 除了第一個先變了啊 要變成假分數呢 它是八分之幾啊 八是三十二加三三十五 去處理這一個 到假分數啊 四分之九 二乘四加一 這知道吧 這不用我講喔 再一除二 這個時候呢 開始倒 好 那記得喔 除法的時候 倒的時候是只有 看到除法才要倒 所以這個第一個不用倒 很多人 目前它倒過來了 這第一個跟它沒關係 它不用倒 後面的才要倒 除以它成倒數啊 九分之四 這怎麼倒 這叫一分之二嘛 倒過來二分之一 這樣OK嗎 好 能約分就約吧 約分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了 什麼 就這個可以約喔 怎麼這樣 沒有誠意啊 好這邊還有二一二二四八 還是沒有啦 把八升起來 四九三十六 三十六分之三十五 這是答案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答案選豬 好我們再一題喔 第十三題 這題講完我們就 超娜娜的 下禮拜再見 來看那個 第十三題 來十三題呢 誒 這題根本不是數學嘛 這應該是自然題吧 十三題要說哪一個時間最長 A說是十五分鐘最長嗎 時間最長的 B說是最多的嘛 十一分之四小時最長嗎 那西式說0.3小時 是最長嗎 這不是很像自然題嗎 這哪一個數學 豬呢 一零二零秒 是最長嗎 好嘞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兩個多小時 但以小時為主嘛 所以想辦法把分變小時秒 變小時 那這就十一 這個變小時了 十分之三小時 十分之三十 要再來比 這個十五分 一分鐘 一小時六十分鐘 所以十五分鐘幾時啊 我們就六十分之十五十 約分之後變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小時 對 還有這個 這個先把它變成分 分再變成 一小時有幾分 一小時有幾秒 一小時是六十分鐘嘛 一分鐘有六十秒 所以一小時變成秒 是六十乘六十 三千六百秒 所以這要變小十要除以誰啊 三千六百 一零二零 除以三千六 因為它先除六十會變成分 再除六十又變成小十 好來 可以約分吧 能約就不客氣啦 約吧 再來用三去除 三可以除啊 一加二不就三 被删除 三加六也是九被删除吧 用删除多少呢 這邊是用删除 三三九三四十二 一二零 然後再用什麼約 再用 二約分 六十分之十七 六十分之十七十 三十 它會比什麼 比最大的喔 好吧 我們看哪個最大 看得出來嗎 看不大出來耶 誰最大 比最大的喔 好吧 那要 要 通 分 通 多少 嗯 我們兩個兩個比好了 這個很容易變六十對不對 來這個變六十喔 變六十呢 十六十分之十五 這個先不理他 這變六十喔 是六十分之十八 這要變六十 你看看喔 我們就是互相做比這樣 你看那種比大小 可以這樣比喔 這分母變六十啊 乘以十五乘以十五 六十分之十五 這乘以六乘以六 六十分之十八 這六十分之十七 這三個先比知道嗎 誰大 這個大知道嗎 他優勝喔 Winner 他優勝 優勝者跟誰比 再來跟他比 對 跟他比嘛 跟他比的時候不要看這個 因為這不好用 看前面這個喔 十分之三十一分之四 你去找公倍數 找誰知道嗎 找分子 我們可以通分子啊 分母比大小不一定要通分母 通分子也可以耶 所以通分子 三根四公倍數不就十二 為了要變十二乘幾啊 乘以三 他叫三三分之十二 把這個變成分子變十二喔 乘以四 四三十二嘛 分母也要乘以四 變四十 你看喔 這兩個誰大 三三分之十二 四十分之十二誰大 告訴我 多少誰大 你這樣想喔 十二個蛋糕三三個人大分 十二個蛋糕四十分分 你要猜哪一組 人越少分越多 對他沒錯 所以這個最大 答案選B 好 好啦 那我們就先上到這裡囉 那就祝各位同學 週末愉快 我們這家課程 你下禮拜再把它上完 好 掰掰